好,那这个首页的话,上午的话我们把这个重要的这三块做完了,是吧,这三块,一个是这个菜单,还有一个是这个幻灯片,啊,菜单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用了我们的这个背景图的一些技巧,是吧,那么这个幻灯片的话实际上是用了我们的这个定位的一些技巧,啊,定位的一些技巧,啊,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几块啊,下面这几块的话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实际上是相同的是吧,每一块都是相同的,是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做完一块之后,其他的都可以什么,复制一下,然后把这个,把对应的什么这个图片以及这个文字改一下就可以了,啊,下面这几块都是公共的,那么最底下面有一个版权信息,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这个,这每一块是怎么样的,啊,那么这里面每一块的话,呃,怎么做呢,就是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的,是吧,每一块之间是不是有这个间距啊,我们是怎么做呢,一般是我们做这个,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做这一块离上面的间距,是吧,下面的间距我们就不管了,是吧,下面的这个间距的话,由这个模块自己设就行了,是吧,那么每一个模块就设Market Talk就行了,啊,Market Talk, 然后的话,每个模块的话都有一个这个大的标题,这个的话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推荐的几个商品,是吧,比如说这个新鲜水果,它有几个推荐的,新上市的,比如说新上架的三个产品,是不这样的,啊,放在这里进行推荐,啊,呃,这边有个查看更多,就是说关于这个,水果有更多的那个商品的列表,啊, 是吧,左边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一个,一个,相对于这个,这个模块的一个banner,是吧,也是一个小banner,啊,那么这个banner的话,应该是,也是,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会,什么,改的,是这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季节吃什么水果啊,然后是放,放一个,这个季节的水果,是吧,做了一个活动,啊,好,大概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几个商品的这个列表,是吧,几个商品的列表,那么,就是摆出,先摆出四个,比较什么, 最新上架的四个商品,是吧,那么的话,你看,你想,你想看更多的话,怎么样呢,点查看更多,啊,好,那么关于这个价格的话,怎么样呢,应该是假的吧,是吧,这个价格也是假的,这个商品的图片也是假的,啊,那么最终的话,如果要真实的数据的话,怎么样呢,需要从数据库去读吧,是吧,数据库去读,那么我们每个网站应该都有个后台吧,是吧,后台的话,那么有什么,有后台维护人员,或者是什么, 公司的运营员去运营这个后台,然后去发布这个商品,发布之后,全能去读这个什么呢,读这个后台数据库,然后把真实的商品呢,展现在这里,啊,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啊,那么既然是这几个模块都是公共了,是吧,我们做一个模块就行了,啊,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怎么写,是吧,结构的话,那么就写到下面来,那么这个结构的话,可以写一个什么呢,点什么呢,点common什么,common什么,model,是吧, 我们摸到啊,这个公共模块啊,好,公共模块啊,好,公共模块啊,好,公共模块的话,那么,首先是上面这个是一个,呃,模块上面有一个标题,以及这个推荐的一个商品,是吧,那么的话,整体的用一个, div 把它包起来,然后正面用一个什么,h标签,是吧,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拿一个common什么呢,点common,啊,common,然后是title,是吧, common,title,然后是con,是吧,这一个容器啊,容器里面那么这个标题啊,标题的话,那么看一下这个标题, 应该是什么呢,h几呢,这个是h2,是吧,我们用的h2啊,那这个就是h3,是这样的啊,h3啊,h3这个标题, 那么这个是h3啊,然后这个是,好,这么写,啊,h3,这个是新鲜水果,是吧,新鲜水果, 好,接着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推荐的,是吧,推荐的,那么一个列表,是吧,推荐的一个菜单列表啊, 那么就是拿一个, 哎,啊,然后整体的,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鲜芒,啊, 这个加州蹄子,好,这个的话,一起乘一个3吧,是吧,乘一个3,啊, 好,这样的,是吧,这样的一个, 接着的话是什么呢,是这个, 有一个更多,是吧,这更多的话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做链接的,是这样的啊, 链接,链接应该是个A标签,是吧,查看更多啊, 好,那么就是, 这个是查看更多,啊, 查看 更多,啊,然后是这个 GT,啊,好,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分化应该是英文的啊, 好,那结构是这样的吧,结构就是这样的啊, 好,结构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如果说怎么样呢, 如果说一次性不写这么复杂,可以一块块的写啊, 比如说先把这一块做出来,是吧, 然后再做里面的东西也可以啊,好, 下面这一块的话就是,啊,下面这一块就是, 左边是一个什么呢,左边是一个banner,是吧, 左边是一个banner,右边是这个, 商品列表啊,好,那么的话可以这么写啊, 下面这一块的话是,要拿一个什么呢, 啊,这个DNV啊, 等于一个什么呢,这个, 这个, banner是吧,banner啊,好,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 好,接着再来一块的话就是, 再来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这是一块啊, 下面这一块的话可以直接的, 放到这里来啊, 下面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 商品列表啊,商品列表的话, 那么就是, 四个,四个商品,是吧, 四个商品啊,四个商品的话, 拿一个, 呃,ul,是吧, 然后这个goo list,是吧, 好,然后是里面的li,是吧, li,啊,好, li再乘以一个4吧, 先把这个做出来,是吧, 然后每个li里面呢, 每个li里面啊, 每个li里面那么对应的都是哪, 哪样三个结构呢,是吧, 每个li里面那么就是一个商品的什么呢, 这个名称,是吧, 商品名称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用这个h标签啊,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可以做链接,是吧, 一般是点图片, 然后链接到这个商品里面去,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是, 上面用,用这上面用的h3啊, 这个可以用h4,是吧, h4,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草莓是吧, 草莓啊, 好,那么的话再拿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a标签是吧, 然后这个是做一个链接啊, 好,这里里面放的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商品的图片啊, images里面的这个商品图片啊, 这个是好, 然后的话, 接着的话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商品的价格是吧, 商品的价格啊, 好,这里来一个, 来个p标签也行, 来个div也行的, 就用div吧, div, 然后这个是, 商品的价格是吧, 商品价格啊, 这样子啊, 然后这里来个, 这来个什么呢, 来个, 嗯, price是吧, price啊, 好, 那么这样一块做好了是吧, 这样一块做好之后, 把它复制四份就行了, 是吧, 复制三份啊, 好, 大概的这个结构就写好了是吧, 一致性把结构写完啊, 好, 如果说不是太熟练的话, 怎么样先写大了再写小了也可以, 好吧, 好, 好, 整体的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 一个模块是吧, 好, 那么结构写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大小是吧, 整体大小啊, 整体大小的话, 那么大概是, 嗯, 来看一下, 上面这一块, 好, 可以把这个, 试图把这个, 切片打开啊, 切片打开之后, 比如说, 上面这一块的话, 如果是, 假如这么高是吧, 这么高的话,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35是吧, 35的话, 那么上面这个地方应该是, 20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好, 表面下面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给个35, 好, 这里给个35是吧, 35, 移上去啊, 好, 然后这个上面看一下是不是20啊, 20是吧, 那么这样子就这么, 那么这个整体的是35是吧, 好, 35的话, 那么, 呃, 就是这个切片量量尺寸的时候, 可以怎么量呢, 因为可以很, 很好的编辑它是吧, 好, 上面是20啊, 然后把这个切片拉下来, 看整体的这个高度啊, 整体的高度应该是这么高是吧, 到这里来吧, 到这里来啊, 那么整体的就是这么高是吧, 337, 是不是啊, 337啊, 337, 好, 那么可以先把大致的存在写下来啊, 比如说这个Corman Model, Corman Model的话, 它的整体的这个宽度是128, 是吧, 1200PX啊, 那么高度是337PX啊, 整体是这么高, 好, 然后Corman Model里面的Corman Title, Corman Title.com, 是吧, Corman Title.com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这个网页水平集中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水平集中啊, 那么我们来设一个Margin是吧, Margin, 然后它距离上面是, 我刚才说的是20是吧, 20PX啊, 左右O2, 然后下面是0是吧, 好, 给个背景色看一下啊, 来个go的是吧, 好, 那么写完之后来看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一个模块是吧, 这样一个模块啊, 好, 这样一个模块啊, 接着我们来看上面这个标题是吧, 标题的话, 那么刚才我们量了, 上面是, 上面是这个35是吧, 35啊, 35之后, 然后还有, 这应该是两个像素的一个边线吧, 两个像素的一个边线啊, 这是双击可以看它的这个, 两个像素啊, 好, 那么的话, common title的话就是这个, 好, 这个的话我宽度不写, 那么它的宽度就是等于这个吧, 好, 我就写高度啊, 高度的话就是35啊, 35px啊, 然后是border, bottom啊, 然后是两像素实现, 然后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吧, 复制一下, 好, 那么这个,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标题是吧, 标题是这样子的, 好, 接着的话, 那么标题的这个, 呃, 标题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H3是吧, H3啊, 好, 这个里面的H3, H3的话, 那么就是给它来个走浮动吧, 是吧, glow, 那啊, 好, 为了是让这几个块都排列好啊,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它是35的高啊, 35的高, 然后是这个字的话, 字的话是16是吧, 16, 然后是这个颜色, 跟下面颜色一样的应该是啊, 16啊, 这个看一下有没有加粗, 这个应该是没有加粗的啊, 哦, 有加粗是吧, 看到没有, 是加粗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写下它的那个, 凤凤是吧, 凤凤的话, 那么就是board, 然后是这个, 16px是吧, 然后是35px, 然后是亚黑是吧, 好, 然后这个color是吧, color的话就是, 好, 这个是这个h标签是吧, h标签啊, 接着的话是这几个什么呢, 菜单是吧, 这几个菜单啊, 那么它里面的ul是吧, 它里面的ul的话, 也给它来个浮动, 是吧, 来个这个, float, 来个left啊, 好, 这个里面的li, 是吧, 这个里面的li啊, 这个里面的li的话, 那么给它来一个这个, 每个li啊, 每个li给它一个高度是, 高度如果是这个, 也是35是吧, 35px4, 好, 35px4, 然后的话, 这个里面的, 好, 这个里面的a, 这个里面的li, 好, 这个li的话, 那么可以这么做是吧, 那么, 它的高度啊, 它的高度可以给这么高啊, 因为这个线的话, 我可以给到什么呢, 这个线是会给到这个ul的borderleft啊, 是吧, borderleft啊, 好, 那么我可以, 这个ul的高度啊, 我可以给这么高就行的, 是吧, 这个文字的大小, 大概是12, 是吧, 那么我给12的高度就可以了啊, 给12的高度啊, 那么这个ul, 给它高度是12啊, 12px4啊,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呢, border, borderleft吧, 然后是一项数实现, 给它来个什么呢, 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是, 666是吧, 666啊, 这个文字的颜色也666, 好, 好, 这个ul, 那么看一下, 它应该是这样子啊,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那么的话, 既然是这个, 靠左, 是吧, 靠左的话, 那么它们之间, 应该还有个间距啊, 之间这个间距的话, 那么就是这么多, 是吧, 大概是20啊, 这应该是20, 22了, 是吧, 那我们给20吧, 一般给整数啊, 20, 那么它距离上面呢, 我现在把它压成了12, 是吧, 压成12的话, 呃, 35减去12的话, 那么就是多少, 20, 23是吧, 23, 那么上下, 呃, 上面给个, 上面给个12吧, 是吧, 上面给个12啊, 好, 那么的话, 就是, 马给, 是吧, 马给上面给个12px啊, 右边给0, 下面给0, 左边给个什么呢, 20px, 是吧, 那么这样子是, 这个UL是可以摆好了, 是吧, UL摆好了, 啊, UL摆好之后, 这里面的文字的话, 因为有默认的横高, 所以没有跟这个线对习啊, 那么里面的文字是, 这个LI就不用写了啊, LI的这个高度就不写了啊, 好, 那么LI, LI的高度不写啊, 好, LI的话就是, 也是那, 那来个左浮动吧, 左浮动啊, 左浮动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每个字的话是排好了, 是吧, 好, 那么LI里面的A, 实际上怎么呢, 它里面有横高, 是吧, 有横高, 导致它们有跟线对习啊, 这里面的A的话, 我可以什么呢, 那么就是给它一个, Line height, 给它也来一个, 也来一个12PX啊, 然后的话, Full size也来个12, 是吧, 12PX啊,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可以跟这个线对习啊, 好, 这个LI有横高吗, 看一下啊, A, Li啊, Li啊, Li的默认, 这个字体大咬是14, 是吧, 14导致它怎么样呢, Line height, 给它也来个12PX, 看一下啊, 这个横高影响它的吗,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啊, 这是不是对齐了, 是吧, 这个字跟这个线, 设计对齐了啊, 主要是这个, 它里面有横高, 横高的话, 这就类似于这上下交, 交这个padding值, 是吧,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A, 每一个A标签, 每一个A之间怎么样, 它们之间是不是有间距啊, 间距啊, 这里有这个间距啊, 这里大概是15是吧, 这个是15吧, 应该是15啊, 好, 15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给到这个Li吧, Li的话, 比如说marking, marking left, 给它一个15, 好, 15的话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Li就是包的A嘛, Li离开, 就每个是15的话, 就把A怎么样呢, 也分开了吧, 是吧, 分开了啊,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大概的就做好了啊, 好, 把这个背景色也取消掉啊, 这个背景色, 好,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的话就给它又浮动是吧, 又浮动啊,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又浮动的时候有个问题是吧, 我这个地方写了这个Li里面的A,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到啊, 如果说我直接写这个什么A的话, 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两个A啊, 这个会影响这个A吧, 也会影响这个A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等会写这样一个A的话, 也会, 应该是也会影响到这个什么呢, 影响到这个A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它一个样式吧, 样式就会影响了啊, 好, 这个的话就这里给个class啊, class给一个more, 是吧, 这个就不会影响了啊, 那么这个是这个里面的more, 是吧, 这个里面的more, more的话什么呢, float来个right, 是吧, float, 好, 那么的话这个是又浮动过去了,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又浮动过去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上可以怎么样呢, 稍微的可以精简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ul, 这个可以不要, 是吧, 它里面的li就可以啊,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最好是这个里面的, 是吧, li里面的a就行了, 是吧, 没必要写那么多层啊, 越少越好啊, 越少越好, 好, 这个的话那么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接着这个, 这个文字没有, 没有给颜色是吧, 文字没有给颜色, 这个文字的话是666吧, 666啊, 666, 然后这个是文字, 是这里面的, color是吧, color的话那么就是, 警号666啊, 好, 然后这个a的话, 来个hover吧, 是吧, 来个hover的状态啊, 这个hover的时候, hover的时候给它一个color, 给它来个, 警号f80, 好, 这样子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接着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这右边这个地方, 是吧, 右边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也是基于这个35的高度, 怎么样呢, 水平, 垂直距中吧, 垂直距中啊, 好, 整体的这个大小是什么呢, 它这个大小啊, 666是吧, 那么这个是, 12, 也是12的大小啊, 12的大小, 好, 那么这个mall的话就是, 给它line height, 给它来一个, 35px, 是吧, 那么相对于35水平去中了啊, 好, 那么就是, 它的什么呢, font吧, 写一个吧, 写那么就是loamer, 是吧, 那么就是12px, 然后-35px, 然后是, 压黑是吧, macro soft, 压黑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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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完之后, 这个就不要了是吧, 这个就不要了啊, 然后color是666啊, color是, 666啊, 好, 同样的给它一个hover的事件, 是吧, 不要来一个hover啊, color, 然后是锦号F80, 是吧, 好, 这个写完之后, 那么就是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大概就做好了啊, 好, 这个做好之后, 那么就是上面这一块做好了, 是吧, 上面这块做了, 接着, 接着做下面这一块啊, 下面这一块的话, 是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 是吧, 一个左边是右边啊, 那么大家, 就是说我一次性的把这个结构全部写出来, 有时候会找, 会打乱你的这个写户局啊, 就是最好以整块以整块来做吧, 我现在是什么呢, 就写的快一点, 是吧, 那么左边一块, 右边一块啊, 先看一下, 那么左边这一块的话, 是这个一个banner, 是吧, 一个banner啊, 是这样一个banner吧, banner啊, 那么这个banner的大小啊, 看一下啊, banner大小应该是, 呃, 200x300, 是不是这样的啊, 200x300啊, 好, 刚好是吧, 整理337是吧, 上面是这个35的高, 加两个像素的什么边吧, 这37, 下面是300, 是吧, 200x300啊, 好, 那么再来写一下啊,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里面应该是一个banner, 是吧, 是一个banner啊, 好, 那么如果说这个banner要加链接的话, 给它一个A, 是吧, 加链接啊, 然后的话, 这里面来个banner, 呃, 里面的banner, 你,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是, 好, 这个goose banner, goose banner的话, 那么就是, 好, 宽是300, 宽是200, 是吧, 200px啊, 高是300, 300px, 然后的话, 给它来个左浮动, 是吧, left, 好, 这个的话可以写到上面去, 是吧, 就是尽量的把代码写少, 尽量写少, 尽量精简代码啊, 然后这个的话是来一个, fl, 是吧, 然后这个也给来个fl, 好, 好, 那么这个写完就这样子了, 是吧, 这样子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这几个什么, 这几个li, 是吧, li啊, 那么就goose list, 这goose list的话, 它的这个宽度应该是, 这里有200的, 那么整理应该是1000吧, 1000px啊, 好, 高度的话应该是300啊, 高度300, 好, loose list的里面的每个li啊, 里面的每个li的话, 那么它怎么样呢, 看一下它的大小啊, 那么每个li的话, 实际上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右边和下面的边框, 是这样的啊, 好, 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左边没有边框吧, 看一下左边有没有边框啊, 好, 这个左边有没有边框, 左边应该没有是吧, 把这个切片可以关掉啊, 先把它关掉吧, 试图显示切片啊, 好, 这个左边应该没有边框是吧, 是这个下面和右边有边框, 是这样的啊, 下边和右边有边框啊, 下边右边, 那刚好是什么, 每个下面和右边有边框, 是不是刚好平成这个效果啊,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四个这个li就平成了这个1000的这个宽度, 是这样的啊, 大概我们可以算一下, 那么每个应该是占250是吧, 每个占250的宽度吧, 占250的宽度, 那么的话, 呃, 每一个是右边和下面有边框, 是吧, 右边和下面有边框啊, 那么的话可以什么呢, 大概知道它的这个宽是249, 是吧, 249加上一个像, 像素的右边框啊, 好, 那么的话每个li的宽度应该是249啊, 249PS啊, 好, 高度的话那么是300, 300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像素底边框, 高度的话就是299是吧, 啊, 然后来一个border, borderright是吧, borderright是一像素实现, solid啊, 要来一个这个, 啊, 这个颜色是这样一个颜色啊, 好, 然后borderbottom是吧, borderbottom的话也是一像素实现, 好, 每一个li的话拿一个左幅度, 是吧, left的, 好, 那么就拼成了一个1000的这个宽的一个大小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每个是不是这样子呢, 啊, 这样拼好了啊, 拼好这接着, 接着每一个的这么这个里面的这个, 再重新排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重新布局一下啊, 那么每个里面的这个h, 那么应该是h4吧, 每个h4啊, li里面的h4, 是吧, h4的话那么整体应该是水平居中, 是吧, 文字啊, 整体文字应该是水平居中啊, 好, 我们大概的可以看一下它大概多宽多高, 是吧, 宽度的话好说啊, 宽度的话就是整体的宽度啊, 好, 高度的话, 假如我们给这么多的话, 60啊, 我看见它相对于它居中吧, 那么给50是吧, 给50啊, 整体给50, 然后的话下面这个是图片是, 图片应该是180乘180吧, 是吧, 是吧, 图片是, 图片当时切的时候是多大呢, 看一下啊, 呃, 切的时候是, 图片的话是这个是吧, 这个啊, 这个是180乘180, 不这样的啊, 好, 180乘180啊, 好, 180乘以180啊, 好, 那么可以把它排一下, 是吧, 排一下, 好, 180乘180啊, 好, 大概我们先做这个吧, 那么整体的这个是50是吧, 50的高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 这个H4是吧, H4, H4的话, 它的什么呢, 它的高度是, 直接写给它来一个line height吧, line height是50啊, 那么它就占50的这个高的空间啊, 它里面的文字来个center是吧, center啊, 好, 那么的话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子的啊, 这里面的文字的话应该是, 直接写成一个, 也是用个缝的写一下啊, 14, 然后是颜色是666是吧, 14颜色666啊,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加粗啊, 没有加粗是吧, 写一个吧, 那么就是写一个, 呃, fnt是吧, 这就是lomer, 然后是14px, 杠50px, 然后是为了哑黑是吧, macro, soft, 哑黑,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话, 这个文字的颜色是吧, 文字颜色写一下啊, color, 然后警号666是吧, 好, 这个文字就做好了啊, 文字就做好了啊, 这是这个文字, 接着后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180x180的是吧, 180x180的, 那么就是, 这里面的A啊, 好, 那么这个A标签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转一下, 转成这个什么呢, 快元素是吧, 转成快元素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 他用A标签包起来了吧, 那么A啊, 好, display, 然后是block是吧, 然后的话, 整体的什么呢, 它的宽度, 宽度是180是吧, 180x啊, 好, 高度也是180, 然后的话, 这个整体的这个A, 包的这个图片要有什么, 相对于整个一个Li水平去中吧, 相对于一个Li水平去中啊, 那么怎么写啊, 水平去中怎么写啊, margin吧, 是吧, margin啊, margin上下0左右O2, 是不是就去中了, 去中了啊, 好, 每一个A就去中了, 是吧, 是不是去中了, 好, 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怎么, 就可以做链接了吧, 接着看一下这下面这个, 是吧, 下面这个的话, 那么大概是, 再来看一下啊, 整体的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可以这么写, 是吧, 大概这么高, 是吧, 那么我, 我为什么去, 呃, 用这么高呢, 我大概就是取一下, 这个文字如果上下都一样高就可以了, 是吧, 上一样高的话, 就大概可以给一个什么行高就可以了, 让它垂直去中, 是吧, 相对于这, 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垂直去中, 是吧, 这个高度的话是52, 是吧, 50啊, 给个50看一下啊, 50, 往下面来一点, 是吧, 50啊, 然后的话, 离上面是多少呢, 20是吧, 刚刚好啊, 下面是50啊, 50离上面20, 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 这个, 这个里面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price, 是吧, price, 好, price的话, 那么高度是什么呢, 50啊, 50px啊, 那么我们用Font来写吧, Font的话是, 这个是这个有没有加粗啊, 看一下啊, 文字应该是加粗的吧, 这个应该是加粗的是吧, 20是吧, 颜色是这个, c4, 好, 直接写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board, 是吧, board, 然后是, 这个, 20是吧, 20啊, 20px, -50啊, 50px, 然后的话, 仰黑, 是吧, 好, 我也给我下来, 好, color的话, 那么是, 紧号, 这个C什么, C4000,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那么它就再来一个水平居中, 是吧, tixel line, 给它来一个水平居中啊, center啊, center,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应该距离上面有个距离吧, marking top啊, marking top来个20, 是吧, 20px, 好, 这个的话, 那么大概就做好了,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大概这样的一个模块就做好了, 是吧, 好, 这个模块做完之后, 那么我们再复制一个模块下去, 就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 这个看这个模块是不是, 可以什么呢, 直接用啊, 这是一个common model, 是吧, 好,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然后再放一个是吧, 再放一个啊, 再放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是, 直接看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看一下这个模块, 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之后,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banon02吧, 02啊, 02, 好, 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应该是海鲜是吧,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我们做好一个模块, 其实这些模块都可以公用了啊, 下面六个模块,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基本上怎么, 大部分都做好了吧, 都做完了啊, 大部分都做完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底下面一块内容啊, 直接把下面最底块, 底下一块内容都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模块的话, 最最终的话是怎么生成的, 实际上, 实际上是动态生成的, 是吧, 那么来一个什么呢, 先从数据库读这些商品过来, 来一个循环吧, 你们的那个pathon里面是什么, 是什么, 外奥循环吧, 来个外奥循环, 然后把这些商品给循环出来, 是吧, 来一个六个循环, 是吧, 六个循环里面, 然后在商品里面再来一个循环, 是不是这样的, 来商品, 打印在页面上啊, 好, 大概这么做了, 是吧,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最底下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版权信息, 是吧, 好, 版权信息的话, 那么这个整体的距离上面, 有这么高度是30, 是吧, 有个30的高啊, 30的高度,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般的我们网站呢, 都有一个版权信息, 是吧, 那么一般是都这么写, 是吧, copyright, 是吧, 然后这个是版权信息啊, at什么, 这是什么什么, 什么公司是吧, 然后是, 这个all rights reserve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保留一切什么, 解释权是吧, 保留一切权利,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啊, 保留一些权利, 一般都是这么写的啊, 然后的话, 我们的这个网站, 都有一个备案号吧, 是吧, 那么如果说, 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在大陆的话,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话, 怎么样呢, 都需要有个备案号, 是吧, 如果你没这个备案号的话, 应该是不合法的, 可能就让你挂一会儿, 可能不让你挂的, 是吧, 没有, 所以说你的服务器, 如果在大陆的话, 怎么样呢, 就需要去什么, 去什么呢, 那个部门, 什么, 什么电信部门是什么部门, 是吧, 申请一个什么, 申请一个备案号吧, 是吧, 如果你做网站的话, 要申请一个备案号, 申请一个备案号, 然后才可以放到网上去, 如果服务器是在什么, 香港或者在美国那些地方, 就不需要这个备案号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这个金ICP的话, 现在也是使什么, 北京, 北京这个地区来申请的, 是不是这样子, 需要申请这样一个备案号, 好, 这是关于这个版权信息, 好, 版权信息的话, 那么就是,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呢, 整体的也是一个, 也是两端对习的一个结构吧, 对习一个结构啊, 好, 中间是居中的啊, 好, 我们来写一个, 那么这个是Footer吧, Footer啊, Footer里面, 然后是, 最上面有一个什么呢, 底部有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底部的菜单, 是不是这样的, 底部菜单啊, 好, 底部菜单的话, 我们可以写的什么呢, 稍微的, 这个, 可以如果偷懒写的话, 怎么样呢, 那么就直接用DLV来写, 是吧, 或者是, 拿一个DLV吧, DLV里面再拿一个A, 是吧, A乘一个4, 好, 这么写啊, 然后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好, 把它烤过来, 烤贝过来, 是吧, 烤贝过来啊, 烤过来, 然后把它拖进去吧, 好, 然后中间这个的话, 可以用Span, 是吧, Span啊, 好, 那么拿一个线, 是吧, 线拿过来, 好, 这个可以给它一个class, 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个, router, routerlink, 是吧, 给它这个class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就是一块, 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个, copy write, 是吧, copy write, 这一块内容啊, 好, 这一块内容, 我们可以用一个P标签吧, 那个P标签啊, 用这个也可以, 好, 好, 再来一个P标签,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结构写完了, 是吧, 结构写完了, 我们来写这个样式的, 好, 那么这个是footer吧, footer啊, footer的话, 那么它的宽度是100%, 我给不写了, 是吧, 好, 高度的话也不写, 高度用这个东西撑开吧, 我就知道它的margin, 来个margin top, 它顶部有一个什么呢, border top啊, 先打一个border top, 是吧, border top的话, 有一个像素的, 应该两个像素, 看一下啊, 不过的top的话, 那么底部有这个, 应该是两个像素吧, 两个像素的这个边线, 是不是啊, 两个像素的边线啊, 好, 然后是两像素实现, 然后这个颜色, 是吧, 好, margin top的话, 有个30px, 是不是这样子啊, 30px, 好, 那么大概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底部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字啊, 好, 这个文字的话看一下啊, 文字的话要相对于整体的什么水平居中吧, 这几个菜单是吧, 水平居中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foodlink是吧, foodlink里面的这个, 好, tixelline给他来个center, 是吧, 那么他整体的这个文字应该是水平居中了啊, 好, 因为foodlink的话是什么呢, 是一个div吧, 他应该是给负集的百分之百, 是吧, 然后他里面的文字水平居中, 好, 那么的话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里面的a是吧, foodlink, 那么来一个, 他应该距离上面有个间距吧, 是吧, 距离上面有个间距啊, 那么大概是这么高, 是吧, 这么高啊, 这个是38, 是吧, 38啊, 好, 来个marking top, 给他来个38, 刷新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再来一个什么呢, 在他里面的这个a标签, 是吧, 里面的a标签啊, 里面的a标签的话, 给他来个color, 是吧, color给他来个这个666, 是吧, 然后的话, 这里面的自己大小应该是继承的, 继承的这个自己大小吧, 12, 是吧, 里面是12, 41, 这样一个颜色啊, 好, 默认的body的大小是14, 是吧, 这是12啊, 风车, 三, 12, 好, 给他来个hover吧, 全部来个hover啊, 警号f80啊, f80, color啊, 好, 警号f80,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是这样子的, 啊,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线啊, 这个线的话, 应该也是这个颜色啊, 好, 我们来把这个, 把他们什么来分开一点吧, 是吧, 那么来一个span, 是吧, span的话, 这个, 可以给他一样大, 是吧, 这个一样大啊, 一样大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把这个padding, padding这个笼杀是行类元, 是吧, 行类元是他支持, 上下的padding不支持, 左右的padding支持吧, 左右的marking也是支持吧, 是吧, 我左右给个padding, 是不是可以把它们分开一点呢, 上下不给啊, 左右给个spx,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它们撑开一下, 是吧, 这个稍微好看一点嘛, 是吧, 是不是撑开点好看一点啊,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接着的话是这两个, 是吧, 这两个的话那么跟他一样, 啊, 这里面的p标签啊, p标签12, 这个颜色啊, 好, 这里面的p标签啊, 这里面的p标签, p, 好, textline的话给他来个center, 是吧, center啊, 好, 然后的话marking top, 给他来个什么呢, 每一个有一个, 上面一个间距, 是吧, 好, 大概是这个17, 看一下啊, 17, 好, 这个的话p标签, 如果说他自己还有行高的话, 那么看一下啊, 是不是有没有行高啊, p标签, footlink里面的p标签, 不是footlink, 是foot里面的p标签啊, foot里面的p标签啊, 12px啊, 好, 我们给的这个17的话, 咱们记得这个什么呢, 啊, 给的这个17, 记得是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默认的行高, 是吧, 如果有获得行高的话, 这个应该不是17了, 是吧, 我们量的就是他们两个字之间的, 好, 看一下这个字, 是吧, 这个p标签, 那么marking top17啊, 好, 那么看一下它有没有行高, 可以这么看, 是吧, 看一下啊, 17是吧, 好, 那么的话还可以点这个computer什么呢, 这个, 这个是最终计算出来的它的这个样式, 是吧, 点一下它啊, computer, 然后具体来看一下它到底有, 它的行高到底是多少啊, 然后这个12是吧, 好, 这个应该没有行高啊, 这个和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量多了应该啊, 这应该是14看见没有, 14啊, 14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最底下还有一个是吧, 最底下还有一个间距是吧, 最底下一个间距, 那么大概是40是吧, 40的话我们再来一下这个, 把整体的给它来一个, 整体来个padding也可以是吧, 来个padding button, 啊, 好, marking talk, 然后把它合一下吧, marking上面是30, 然后, 左右是0, 下面是再来一个40, 是吧, 这也行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整体是这样子了吧,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是关于这个底部的这个版权信息, 是吧, 版权信息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的话就大概的怎么呢, 把它怎么做完了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整体做完的话应该也不是太复杂吧, 不是太复杂啊, 是吧, 主要是这个这个模块怎么样, 它是公共的是吧, 公共的这个模块啊, 公共的模块的话可以写一个, 然后共用是吧, 好, 其实主要是这一块的内容是吧, 这一块应该是比较多的这个支持, 点在里面啊, 好,